最近呢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王后卡米拉 做出了一个这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跟这个老国一一样了 把这个老女王身边的孵化道团队 还有这个伺候女王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呢以前都是以女王侍女的身份出现的 结果卡米拉呢就把他们都给辞退了 因为这个老王爷爷厌了御价 所以说呢以后王室啊不再需要侍女了 这意味着在欧洲流行了几百上千年的侍女制度 即将走向终结 那么这欧洲王室侍女这个职业呢是咋来的 今儿呢咱就来聊聊这个 侍女这个职业啊从中世纪开始出现 并且呢在文艺复兴时期啊基本定型 法国国王弗朗索一世就说过 无侍女不成宫廷 咱们一听侍女呢可能会下意识的以为啊 他们就负责这个烧火做饭啊 种花养鸟啊打扫卫生啊 这个太监怎么伺候皇上皇后 侍女的怎么伺候女王 其实呢压根不这样啊 侍女们的主要工作呀 是陪伴和服务啊 比如说呢这个陪着女主人看书啊 啊织毛裤啊听音乐啊 啊郊游啊 一块骑马呀划船呢 管理这个女主人的这个个人用品啊啊 什么这个这个云炳花炎金不摇呢 那那那那东西得得得得你去这个给保养 能干这个的呀都得是贵族人家的女孩儿 他们不干洗衣服迭背 扫地倒马桶 不干这事儿 这事儿呢 有失贵族身份 那是女仆该干的 那他们是有支配这个女仆的这个权利的 而且他们在宫廷啊 拥有自己的套房 拿宫廷定时发放的薪酬 所以你看那个皇宫里边 他你看欧洲的皇宫一般就一栋楼房嘛 那么多房间 那那你说皇上皇后什么的 他用得着那么多房间 好多就都是这些个侍女们住的 那他们也不像那个太监仆人那样 有人身衣服关系 王宫对他们来讲啊 更像是公司 每天打卡上下班 在王宫里边呢 他们也只是照顾像女王啊 王后啊 女大公啊 公主啊 这些女算司 毕竟呢 这个公使贵胄 规矩多 平民百姓啊 不一定能够理解这些繁文入节的意义 这些个侍女啊 一共分成五个等级 分别呢 是当大管家的家庭主管 类似于管家秘书的首席卧房女官 往下呢 还有卧房女官 侍女官 和未婚侍女 只有最受信任的人 才有机会获得这样的工作 封建贵族们也愿意把自己的家人送进王宫灯当侍女 一来呢 跟女王王后能够搞好关系 自己家里呢 能多要点封地啊 能捞个官做啊 长点俸禄啊 就非常方便 路易十六王后 马里安托瓦内特的家庭主管 是图鲁兹公爵的夫人 朗巴尔公主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很多年 是吧 互相呢 也成了对方最好的闺蜜 甚至有花边报纸 说这俩人呢 就是这个雷斯边的关系 那朗巴尔公主呢 因为这层关系 得到了很多赏赐 富可敌国 连路易十六都不如他家有钱 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这个革命党上 他发表声明 反对国王和王后 但是朗巴尔公主 宁可走上断头台 也不肯发表这样的声明 除了要官要封赏 为了下一代的幸福 贵族们也愿意 送自己的孩子进宫当侍女 随着封建制的完善 欧洲的门第观念啊 越来越强 一个贵族如果娶了 或者嫁了 跟自个门第不对等的人 公爵的儿子娶了男爵的闺女 那他们这种婚姻呢 就是贵贱通婚 他的后代就因为血统不纯 而被人鄙视 比如Sisi公主 他的祖先巴伐利亚公爵 两百年前有过一次贵宿通婚 一直到十九世纪 他当奥地利皇后的时候 还有人为这事 对他指指戳戳 那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女儿 找到一个身份对等的如意郎君呢 当然就是把他送到宫廷里 当侍女 能进入宫廷的人 在血统上都是受过审核的 要是在舞会上相中了谁家的贵族侍从 那这门当户对的婚姻不就谈成了吗 要是侍女啊 一不小心被国王选中 那摇身一变就从小贵族家的女儿 变成了王后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这其中以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王后们的经历最具说服力 亨利八世一共有六个皇后 第二任皇后安妮柏林 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妈 曾经是第一任皇后凯瑟琳的内庭侍女 第三任皇后简西摩又当过安妮柏林的侍女 第五任皇后凯瑟琳霍华德 又曾经是第四任皇后安妮的内庭侍女 总结下来啊 就是亨巴的媳妇 大多都是侍女出身 可能她觉得这样娶妻来的太容易 根本就不懂得珍惜 所以呢 说离就离 说杀就杀 四个侍女王后有俩被她斩首了 十九世纪末奥匈皇储裴迪南大公 也相中了菲特列大公家里的侍女索菲亚 索菲亚的父亲呢 只是一个伯爵 地位呢 跟奥匈皇储根本不匹配 但是呢 裴迪南大公铁了心要娶这个侍女 为此呢 还放弃了自己子女的王位继承权 在菲迪南的坚持要求之下 奥匈皇使才勉强同意 前提是呢 这个菲迪南不能以皇储的身份 只能以昏宝公爵的名头娶索菲亚 这样一来呢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菲迪南作为皇储 在礼宾顺序上仅次于皇帝 但他的媳妇索菲亚 却只是霍文宝公爵夫人 每次正式活动 他都只能排在后面 菲迪南觉得对媳妇有愧 才愿意带着他呢 到地方上视察 因为地方上没那么多 这个臭规矩 结果呢 在萨拉热窝被人两枪打死 引发了一战 要是当年索菲亚没当侍女 没准一战就得换个导火索了 话说回来 虽然侍女有机会吸引国王 但是王后的名分呢 就一个 咱们讲了欧洲 国王基本上是天主教教徒 欧洲没法随便离婚 废王后 因此呢 大部分侍女被国王相中之后 只能以情妇的身份出现 所谓进水楼台 先得月 很多西方君主的情妇 都是这个出身侍女官 有些国王为了妥善安置情妇 也会强迫王后接纳她们成为侍女官 最著名的呢 就是蒙特斯潘夫人 就是路易十四弟媳妇的侍女 在一次舞会上跟路易十四相识 此后呢 俩人就分不开了 为了更方便约会 蒙特斯潘就吹枕边风 让路易十四呢 用她当法国王后的家庭主管 在她上位之后 又防止其他侍女 像她一样勾引国王 就强行赶走了王后原有的十二名未婚侍女 但路易十四找女人的路子多的是 没多久呢 就发展出了新的情妇 蒙特斯班也因为管得太宽 逐渐失宠 最后呢 就被撵出了法尔赛宫 咱们说的呀 前面说的呀 都是侍女被国王相中 如果给女王当侍女 那完蛋了 那不但没办法当情妇 要是女王嫉妒心强 保不齐还天天给你小鞋穿 你比如咱讲的 安妮伯林的闺女伊丽莎白一世 被称为童真女王 一辈子没结婚 长期单身 让她的心里多少有点变态 既然自己享受不了爱情 别人也甭想 一位叫阿伦德尔的侍女呢 就鼓起勇气向女王请求 让她结婚 一开始女王表示 只要你爹同意 那我就可以许可你结婚 离开宫廷 但是最后呢 女王反悔了 不仅呢 把结婚申请书撕了个粉碎 还把她的工作调动了 以前呢 她负责呀 给女王化妆 穿衣服 现在呢 负责尝菜 那万一有人给我下毒 你先嗝屁 那当时的女王啊 政治地位不稳定 甭管是法国西班牙 这种境外势力 还是国内的天主教反对势力 都在虎视眈眈 不排除他们给女王下毒的可能 所以这常菜 绝对是高威职业 比品贱贺鼎红这个 好不了多少 那因此呢 中伊丽莎白一朝 女王的侍女们 如果要结婚 要么放弃身为侍女的荣耀 离开宫廷 如果不能放弃宫廷耀眼的繁华 就只能和女王一样 一起呢 孤独终老 总的来说呀 西方的侍女之辱 比同时代清朝大臣 暨加奴的制度呢 是相对平等的 但也是低阶贵族呢 为高阶贵族服务 终究是尊卑有别 随着人权思想的加深 侍女制度存在的土壤 也就逐渐萎缩 卡米拉和凯特结婚 被封为绝备以后 都没有使用侍女 不过现在呢 英国王室呢 那一大家子人 他们的饮食起居 总得有人照顾 所以侍女这个制度呢 可能很快就没了 那但他们的工作 还得有人去做 只不过呢 是未来呢 有个人换个名头 可能呢 会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方式 来做这份工作啊 好吧 关于西方的侍女制度呢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